我們現在來做一下 SMS跟Google Earth 怎樣把SMS SMS資料輸出到 這個Google Earth 然後我們 Google Earth我們把它打開一下 我們先看一下結果 這是一個 輸出的Google Earth的結果 你可以看得到 然後這邊 要展示的主要有兩個 我們就關起來 一個是剛才靜態的 那個這個是動態的 動態的你必須要把它 自己辛苦一點 把它拉一下 OK 那動態就可以打開 那事實上就是 一堆 一堆的PNG檔的 的一些組合 OK 好 那我們來看一下 這邊它有一個檔案檔 然後還有一個 這一個檔 那我們現在全部關起來 來開始做這一個 我們首先打開 我們首先打開 在這裡面 原廠在SMS裡面 他的 Example File 它是放在 General裡面 就是一般的 在這邊 然後這邊請你去看一下 Google Earth這一個 OK 然後這一個的就是 我們的這一個 PDF檔 講它去怎麼做 那我們這邊沒有什麼特別 那只需要Google Earth 大概15到30分鐘 然後怎樣把這個 輸出出去 OK 好 那我們這邊 把它打開囉 記得 記得 就是在 在這個 它的 範例檔的 裡面 的 General裡面 大概 數下大概 第十個吧 Google 然後在 Data File裡面 因為我們這邊 直接用這個 比較快的 然後它的 要用它的是 SMS 這一個東西 OK 那我們來看一下 這邊你可以去顯示 不同的情形 在Display這裡面 如果你不顯示 Vector 這Vector就 不見了 所以我們當然 我們希望有Vector 然後等高線 我們也希望有 那沒有 這邊就 看不到 所以我們當然也是希望 我們有等高線 OK 那如果我們希望等高線的話 我們這邊有含這個 這一個 等高線 它的那個環 我們這邊就可以看到這個 我們只是做一個好玩的 那我們在這個Display這邊 我們不管我們什麼 都把它打進去好了 這個 這個只是顯示不會影響你計算的結果 我們來看一下 這是我們計算的結果 OK 這一個None 好 那我們把這一個 輸出 我們來看一下 我們把這個輸出 在File這邊 我們把它Save as 那一般我們預設是SMS 但這邊就 你去把KMD這邊 那我們這邊 把它設一個 叫TEST1 TEST1 等一下我們去看一下 TEST1 TEST1 那這個TEST1 我們就可以看得到了 這邊就出現一個TEST1了 那我們把Google Earth這個先關掉好了 我們直接 把它開啟 是比較慢了 不過也可以 為了要證明這件事 那這個就是我們剛才的SMS的它這個輸出 那我們再試試看一個 我們其實有時候只是為了要那個顯示而已 我們等一下叫TEST2 這還不行 這個太少了 Node 我們只是全催Node就好了 OK 我們只有Node 我們一樣把它輸出 我們叫TEST2 好 那我們 一樣我們去TEST2 這邊把它打開 從這邊開啦 這邊也是可以開 開啟 那我們這邊有一個TEST1 這是TEST 這邊有一個點點的 這是 這邊可以看得到 那個點點的 TEST1 這是TEST2 OK 好 那我們 如果我們想要 做 有這個變化的 變化的 動態的 那動態它 主要有需要那個 我們的 這一個 Countour跟Vector 這個 然後我們這邊有 因為我們這邊每一次的 變化都不一樣 那就是把這一些全部把它弄出去 那我們這邊主要在Data這裡面 叫Film Loop 然後這邊我們 如果你要建立這個 AVI檔也可以 我們這個 我們叫做 TEST3 AVI檔 假設 我們存 它有時候會一些警告 我們不管它 那在這個AVI檔就可以看得到 那這個AVI檔 那我們這個AVI檔想要 變成 放在Google上 怎麼做 我們在這裡面 Film Loop 做下一個的選項 這個就不要了 我們給它一個 我們叫 叫做 TEST4 試好了 試好了 嗯 然後要存成KMZ 然後它會把它弄進去 OK 然後把它完成 OK 然後在Google裡面 它自動會把它放進來 然後我們按這個 裡面的Google的Play一下 這邊就可以看得到 OK 因為我們是Google檔 這是可以套疊的 OK OK 那我們這個Google的功能 就展示到這裡 謝謝 我們現在來做 是一個Google的輸出 但是輸出是向量的 我們首先打開一下 那我們在這個裡面 我們先看一下 我們在這裡面 它的General裡面 這邊有一個Google Earth 我們來看一下 在這邊 然後它的Data 我們就先開啟一個這個 我們這裡的 檔案的 然後這時候它就出現了 這一個東西了 OK 那當然 我們大概要知道 它的這個 這個 投影啊 什麼之類的 不過我們這個先都不管 因為它已經設定好了 那你可以繼續再開啟一個 這個是屬於它的高度的檔案 OK 然後這邊你可以把它旋轉一下 OK OK 好 那我們在這邊就可以 另存新檔 我們把它另存新檔 但我們的Google Earth 它是跑來這邊的 它叫KMZ的 我們就叫Vector 叫Vector V E C T O R 這時候它解析度就很大 OK 好像有點貢固喔 再看一下 這個好像是說 我們要在Plan View 我們試看看 那我們在View這邊 到底在哪裡 我們在這個Plan View看看 這個真的有點蠻複雜的 OK 那這邊大概 我們 要用這一個 Plan View 然後把它矯正 我們再做一次給大家看 那在這個情況之下 才能夠把它輸出成 Google的Vector的 可以接受的 我們就在這邊 Save As 這邊會有看到 Vector的 那我們這邊就把它 存成這個Vector OK 把它蓋過去 好那我們等一下就可以來執行它 OK OK 好那我們現在就來看一下 這邊應該就可以看得到 我們把這個Vector這樣把它打開 Open 因為它直接會啟動 直接就啟動Google 20 結果是貢固 哇 你還是來了還是來了 OK 那這個因為是向量的 看起來好像不是向量 沒有儲存成功 這個失敗的就做到這邊 真的很抱歉 謝謝